所以这个戒很重要的 来辅助我们的烦恼 戒一切善从戒而生 抱歉我这一次忘记 把这个稿子给我们的郑总 忘记了 因为最近师父太忙了 每天很忙 这个稿子对不起 这个戒大家必须要知道的 一切善从戒而生 一切罪从戒而灭 你说你没有这个戒 等于没有规矩 没有规矩的生活 你说你的生活能够幸福吗 不可能的 这个戒是等于规矩 你在一个佛堂里面 一个道场 一个僧团 一个团体 如果没有规矩 你说这个僧团能够和睦吗 不可能的 你这个家庭能不能兴旺 不可能 胡作非为 这个戒很重要的 所以你去看一看 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波热经 波热波罗蜜 这个摩赫波热经 就是波热经 释迦牟尼佛花了22年 22年的时间讲这一部经 所谓一切经里面最大的分量就是这一部经 22年 你看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波热经讲了一句话 你们要听好 把你们的耳朵打开 好好听 把你的眼睛关注我 不要看着我 你看 释迦牟尼佛在波热经讲了一句话 你们要记得 如果这一生 我们没办法把五戒做好 不要说得人生 记得 不要说得人生 连狐狸生 你也没有分 狐狸是什么 我们平常讲狐狸精 狐狸 狐狸的身份 狐狸代表什么 狐狸代表畜生到 你连狐狸生的身份 你都没有机会得到 意思是什么呢 你没有把借这个规矩的生活 落实在生活 规规矩矩的 你的前途只有两条 第一跟二规套 这个是真实语的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人会做事 不会做人 因为他没有学习 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 用教学 为什么呢 就是来帮助我们破迷开悟 你想一想 现在的人会做事 但是不会做人 所以很多问题出来 毛病出来了 然后欧伊大师在这个五戒里面有讲一句话 欧伊大师说了一句话很重要 你们要听好 欧伊大师说 十方诸佛如来 因五戒而生的 而五戒是十方诸佛的父母 所以十方诸佛如来的父母是谁 五戒 因为五戒 十方诸佛如来 才出现以我们这个人间度化众生 整个虚空法界都是以界度化众生的 所以你说呢 你怎么能够说慈戒不重要呢 很重要 这个是跟大家来讲一讲 慈戒的内容的精神的意义 让大家明白 人如果没有规矩 没有借的方向 那就很难了 这个家庭必会败 这个国家会毁灭 这个社会会动乱 原因就是在这个 希望你们好好 去思维 今天我所讲的话 是不是有道理 一个家庭 你要得到幸福快乐 你连这个根本都没有了 有可能吗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戒的重要 我们必须要了解